是怡萱 怡萱今天是這個 產後第一次 正式的站在 媒體朋友前面 那今天來 首先先對這個 代理說 妳對她的祝福關於這個演唱會 對 其實 本來在我們嘛然後 收到她經紀人也是我朋友中節的電話 嗯 通知我說 愛妮要開演唱會 哇 其實 非常的激動因為我知道她 一直非常的迷 認識她也小八九年 她很喜歡唱歌 也一直熱愛唱歌 這麼長時間我相信她累積了很多 因此 無論如何我一定要飛一趟 然後也希望 可以很快的聽到好消息就是加場 因為我希望 是 看起來很有希望 因為下一票已經七層了吧 來到七層了 我好開心 我會加油 是 不過這個 二位呢是 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一天說好了 等一下妳又要再哭一次 要再哭一次了 我覺得還要哭 妳今天充滿地雷 其實 瑞瑞琳就是因為 大家都很記得的 安君燦 早安介紹的 然後 我們共同很好的朋友 一直以來 認識這個鐵背公主 然後想要每次都跟著我們去KTV 逼著我跟鐵背公主唱歌 對 所以唱完我就更知道 我要當一個演員 好好的當一個演員 妳唱得很好好嗎 對 是 不過這個 因為兩位呢 前幾年也一起合作過一個公益活動 所以兩位的交情應該也是很深厚 對 因為愛玲其實那時候就是帶在愛走的公益活動 對 公益活動 然後有跟我們說嘛 所以先生也非常非常喜歡愛玲也很支持 謝謝 從我們穩定 她就唱對的人祝福我們 一直到了我們結婚 她跟信十年沒有唱過 對 十年沒有唱過 送給我跟先生千年之變 所以我必須一直連殺唱 因此這次真的很開心 跟愛玲的關係 那也希望她的演唱會非常非常的棒跟成功 我跟先生會特地飛虎男的 耶 留位子啊 不要賣完了 就沒有我們了 一定有 因為我希望當天五二三演唱會 宜軒啊 帶來所有好朋友姐妹 我可以在台上 好好的唱歌 跳舞 彈吉他 也許還有別的東西 就是好好的表現給妳 可以就露一下 應該就是 剛剛就說了她那個演唱會的布料會很環保 所以我們要把它節省 其實我跟她有一個私人群組 然後我已經看過她的裸到這裡跟這裡 她真的是有那個人魚馬甲線 因為我就跟他們說我最近真的 我開始慢慢有一些成果 我就想要給他們看 對 所以讓我非常的羨慕 但是剛生完我覺得哇塞 我要練一下 拜託現在生完也是我剛剛摸了一腰 是戲成什麼一樣 對 哇 這個二位今天呢 對安逸軒也帶來一個很特別的禮物 要送給代理 我 兩位是這個 你到底 軒軒你要讓我舉多少 你說 我覺得你可以再練 就是因為布料要少 你知道我現在紀錄是65嗎 一舉 因為我個子其實也才157公封 哇 你可以舉到65 我也覺得沒有 那我可以舉 舉幫我老公舉起來 你是意思要舉我老公嗎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我可以考慮演唱會讓你把我老公舉起來 真的嗎 你說真的嗎 我是可以把它舉起來的 你是說演唱會 不行 這樣他會不會被我嚇到 只可惜你 來 你換一個人 在下面這樣就拉起來 對 剛好 這數字65 對 太酷了 張男非常感謝 你看他殘後第一次付出 就獻給我 而且六六真的很可愛 又帥 又大氣 就是一個 我看到他的寶寶 我就真的 好像是一個蠻好的 但是要找到一個像歹樓一樣的好男人才行 那請他介紹 嗯 有著稍微跟他傳簡訊說一下了 因為我喜歡交朋友 我覺得先不要以 涉獻自己說 我是要以真的找老公的方向去走 我覺得先從朋友開始當起最好 各位女士要聽清楚 這是我的經驗喔 那這次演唱會有想到說要找出嘉賓嗎 這個我也很煩惱 其實最煩惱的是歌單跟嘉賓 我甚至想說 是不是乾脆都不要嘉賓算了 我都唱不夠了 但是 因為我每一張專輯都有合唱歌曲 光是性歌就有三首了 我知道很多歌迷朋友會期待說 我想要聽到愛玲跟誰合唱 但是我又想說 那會不會又沒有驚惱 還是應該要請誰 巴巴巴巴之類的 其實我們還在討論 因為第一次大型對我來說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開始 所以每一步都 我都想要走得很精準 因為我現在也很要求我自己 嗯 演唱會的服裝 我們是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對不對 你想期待哪裡 就是 全部 而且是女生說 不是男生說 應該會比現在更令人遐想 我覺得要耶 會拿出來嗎 什麼什麼 會拿出來嗎 該露出的雞都露出來了 這什麼話 就是覺得努力的成果 當然不是說 我本來就不是屬於那種 可能要穿得多火辣的歌手 但是我覺得第一場 總是要給大家一些 新鮮的感覺 我自己也很期待啊 因為像最近 我的造型師又說 欸 你又瘦了半寸了 我說很好